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肯的约定 别说半笔江山 就是整个江山都是你的 你能带走我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 我儿子怎么没来啊 他就在外面 挺好的 我这个失败的父亲啊 看来他失望了 这个环境了 我是希望你 多给他一些时间 我拜托你个事吧 是 家义和可爱的孩子啊 他们是真心的 我希望他们在一起 今天孩子 我这个意愿 随他们 你 不许给他们 添任何麻烦 夏雨晴呢 就是我的儿子 这你就放心吧 二十年轻的那场意外呢 不能这样的再发酵了 那不是意外 宋总 按照您的计划 已经顺利完成了 嗯 我出了一点小疑问 什么疑问 我们在保家那个小女孩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小男孩在呼救 怕被暴露了 所以男孩就一块儿绑了 愚蠢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那宋总 那那个小男孩怎么办 把那男孩给别人送回去 我送 当年 绑架可爱 是我干的 是你绑架的我女儿 我当时 我不是实际想吓我吓我女儿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嫁怡这孩子看见了就要去救人 救人 救人 是 是我 回了咱们两回家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这 这两个孩子幸好没事 要万一出个意外 我 我 是 是 是 我 我 我 就会听到人都在想吓我呼救 我 每天都睡 是 都现在好了 现在没听 若睡得好着呢 时间到了吧 是 我等你出去的那一天 行行行 爸 宋叔叔怎么样了 马叔叔 他说什么了 我这一路走来啊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害他 其实呢 是我先忘了当年同甘共苦的那份情谊 如果当时我顾及一下他的心情 和利益的话 不是一气之下 把他投进监狱 他也不至于会铤而走险 那今天就不一样了啊 今天是两家人 为你们俩人哪 欢欢喜喜地操办婚事 到您的事情啊 现在想起来也不应该 全怪他 爸 您说的当年的什么事啊 就是他 当年绑架了你 什么 爸 这不可能吧 什么不可能啊 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是他 可是宋叔怎么可能绑架我呢 可是宋叔怎么可能绑架我呢 我 是他 不可能 是吧 是 是 夏雨萱这样把什么都憋在心里 肯定不行 要是长时间这样下去 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 全洗完了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明白的 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 一个一直以你为敌 把他列位投好敌人的人 突然说是你父亲这种事情 太威瘦死了 你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我小时候都觉得 我爸抛弃了我跟我妈 后来我跟我妈去了泰国以后 真的够得很辛苦 我妈后来得了抑郁症 但是她在临终前还一直跟我说 让我千万不要记恨我爸爸 我记得这爱以后 就越来越能理解我爸了 也明白 为什么我妈让我不要恨他 其实你知道吗 自从我看到病床上的他的时候 我心里很清楚 我根本就恨不起来 因为他是我爸爸 宋叔叔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父母 即便他们做错了 你 你真的不恨他吗 我不恨他 他也只是一个可怜的父亲 你想 他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 失去了他疼爱的儿子 二十多年都没有跟他见面 而且 他已经为他做错的事情 付出了代价了 雨昕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你的父亲 所以我不会恨他的 而且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啊 你不要再逃避了 嗯 是啊 逃避永远解決不了问题 所以说呢 既然都知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 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面对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好吗 好 好 晚上 谢谢 谢谢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昏 明昔 明昔 我希望 我 走出监狱大门儿那一天 不能夠 让我真正把仇恨 烦恼 留在身后 等我站在你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能让你原谅的 好父亲 时间到了 是 爸 爸 我等你回家 我等你回家 我让你回家 您是 不 您是 不 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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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怎么样 好了 我们先回家吃饭吧 园编 我很感谢 上次的事情你对我的帮助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 我已经收到了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吃饭 是有些话 想要当面跟你说清楚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了 我们两个之间只能做朋友 其他的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包括 之前我们联盟 所达成那些共识 你心里也知道 那都不是真的 我很感谢 你在我身边默默地付出 给我的很多帮助 但是现在 我除了感谢 别的也给不了什么了 所以你这次把我约出来 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 其实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你也应该知道 你也应该知道 我帮的也好 感情也好 都是我发自内心的 是 但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不愿意再看你继续这样下去 出于私心 我不想要失去你这个朋友 但是我更加不忍心看你继续这么痛苦 我想我今天必须要再一次更清楚地告诉你 我们是不可能回到从前 也不可能重新开始的 我已经选择要继续跟夏雨昕走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你最后的答案对吗 是 这就是我最后的答案 元彬 我知道 我今天找你来跟你说这些 对你来说 可能很残忍 说完以后 可能也会令你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 再继续这样拖下去的话 只会让你日后的日子里有更多的烦恼 我不可以这么自私 对不起元彬 我希望今天 吃完这顿饭 不管你曾经是怎么想的 都让它过去吧 对不起 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可爱 我最后还是输了吗 朋友 你看你看 他们两个好甜蜜啊 是啊 他拿到两个人 对啊 真好在意 真好 哇塞 你又发了一波 你真不怕死啊 都跟你说了嘛 这是小号 马总和夏总这个CP 我现在是站定了 你们站不站 其实吧 我也觉得夏哥 跟咱们马总挺合致的 觉得夏哥更男人是不是 虽然韩总也挺好的 但就是差那么一点感觉 什么呀 那简直差多了 整个酒店似乎都在庆祝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韩元斌 他妈你又算什么呀 现在谁还在意你的存在啊 韩元斌啊 韩元斌 你怎么会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啊 韩元斌 喂 可爱 你今天有空吗 有啊 我要回泰国了 回泰国 是 所以我想走之前见你一面 可以吗 那好啊 那我安排一下时间 位置你一会儿发给我 好的 那我们不见不散 好 怎么决定得这么突然 其实没什么突然的 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 当初我来到JR 就是为了帮你 现在看来呢 已经不需要了 好吧 既然是你做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不过呢 我也真的替我们JR感到可惜 失去了你这么好的一位人才 你的专业能力 我还是很肯定的 其实没什么可惜的 毕竟 对于我来说 我在这儿为了我自己 为了你 为了JR 也真正地努力过不是吗 渊斌 其实 我一直劝你一句对不起 我觉得 我没有处理好我跟你这段感情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里 我觉得我对你的态度 都有些太糟糕了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对不起 艾克 有你这句对不起就够了 毕竟 我只想做个好人 可是我又不是警察 好了 不要演戏了 咱们喝酒吧 来 今后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也是 可爱的酒量还是那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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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酒里下东西了 你干什么呀 我要跟你一起回泰国 你说什么 我要跟你一起回泰国 海云碧是不是疯了 可爱 可爱 你怎么了 你在哪儿啊 你说话呀 陆珍珍 钥匙给我了 去哪儿啊 快点 下个人 来 注意 去哪儿啊 啊 你 在这儿 就还 نہیں 去哪儿啊 你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对不起 尔可 不可能 你别乱动啊 我们很快就要回泰国了 等回到泰国 我们一起回到曾经 我们 还要跟以前一样相爱好不好 你 你做梦 我们绝对不看他善一件衣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不要看我 放开他 放开 放开 我不放 放开 你放开 你发蛋 他有病病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放手 放开车 放开车 快 开车 哥 可爱 这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间这样 怎么会出车祸 我 我什么我呀 我问你话呢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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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吓死我了 怎么回事啊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可爱 可爱 对不起啊 我之前太冲动了 我完全没顾及你的感受 我不该这样 我 远边 这位小姐是你的朋友吗 她 马可爱 你干什么呢你 你赶紧给我正常点啊 你在这儿演韩剧呢 还演诗意啊 别 她当时是 怎么这么凶啊 不是可爱 你不认识她了吗 那 那 那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她 马可爱 马可爱 你好好睁大眼睛看我啊 不是我 我是陆珍珍 是你最好的闺蜜啊 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呢 干嘛呀 完了完了完了 肯定出问题了 我 我这样碰你 你不头疼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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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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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真 真没事 你不头疼 但是有些疼我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再次拥抱你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别看 我终于可以再次拥抱了 没事就好 医生 医生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记得他不记得我了 小姐 你别着急 马小姐 我之前替他检查过了 身体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脑部的问题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没有 至于现在这个状况呢 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车祸 导致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撞击 而造成了连续性的失忆症 也就是说患者会忘记 之前的某一年或某一件事 发生的经历 又或者只会记得 和某一个人之间的事 好 何时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啊 部长休息了 先出去 周清真 你先回去吧 好 先生 尽量让患者多休息 千万别受什么刺激 有什么需要尽管教我 好的 医生 莫小姐 怎么会变成这样 小雨晴 要是你醒来发现 你爱的人不记得你了 该死 吧 如果我们 iterate 到了 咱们该走了 我们今天非作不可吗 你不是说 你的记忆都想不起来了吗 咱们把最美好的记忆 都留在泰国了 这次去泰国 就是希望 你能够有机会 回想起你的那些记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很舍不得这个地方 咱们还会回来的 快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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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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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 哥 夏哥 行了 夏哥 你可怕怎么吓死了 来 慢点 可爱呢 可爱在哪儿呢 我问你们话呢 可爱在哪儿 这 醒了 这样 轩轩 赶快去叫医生 好 来 你先躺下 得确保身体没问题不才行 我没事 可爱在哪儿 这 她这 可你先躺下 做完检查再说 她已经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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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非常感谢 走吧 来 慢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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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半年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几乎走遍了整个太阔 却依旧找不到你 无论在哪里 只要我们的缘分未尽 一定会再见 可爱 你等我 喂 喂 夏雨昕 本大小姐已经到达漫谷了 怎么不叫你来接我 这么快就到了 行 你等着 我去接你 行了 行了 别来接我了 这样 请我吃个饭 当做补茶 行 没问题 我说 就带我来这儿啊 这儿多好啊 这儿 我说你这 能不能把眼睛去了 也这样很引人瞩目 你知道吗 行 我告诉你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追我的那些粉丝啊 早就去追我经纪人的车了 行啊 你现在有点脑子啊 那当然了 人得进步啊 再说了 这人红是非多 你以为我像你啊 一个平凡人 一个人吃饱 全家都幸福 是啊 折押最近怎么样 一切还好吗 有马叔叔在 你就放心吧 对了 我呢还去看了你的养父 他现在恢复得可好了 都能跟大妈一起跳广场舞了 是吗 那就好 你这 最近挺高调的嘛 你偷偷关注我啊 还用偷偷关注啊 你陆大小姐走到哪儿 那都是新闻 想不关注都难 你以为我这么高调 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因为想频繁出镜 有一天可爱 还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我 能够找一点机器我 你有他的消息吗 半年了 你就这样找 也挺不容易的 这半年 你都开那个出桌 以你的本事 在这儿干点什么不行 这半年的时间 我一直认为他在我身边 却没有见过一次 只要他还在这里 我就不会放弃 珍珍 帮我一个 好 陆珍珍小姐你好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知道您的好朋友 马可爱失踪了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他的情况吗 我们帮您一起寻找一下 他叫马可爱 他叫马可爱 就是真正宣 下买 他叫马可爱 Sweet 他叫马可爱 就是 我就会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翻诈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一般长途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听见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愿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一般长途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发现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